看后面是谁啊 哈喽 各位妈妈宝宝的粉丝们大家好 又来到一个月一次的妈咪爱调养时间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 2018年提升优质能量的十大习惯 讲师我们是保养造型专家 关琳老师跟妈妈宝宝社长邓一真 欢迎他们 大家好 我是妈妈宝宝邓一真 哈喽我是关琳 是关琳 听说上次很多的妈妈都希望 在2018年能够听 曼玲老师这边能够分享什么样的事情呢 你知道就是大家都不外乎说 希望我们明年可以分享快速化妆啊 因为很忙啊 或者是分享像例如说 能够快速瘦啦 我觉得其实不是只有妈妈宝宝啦 所有的小姐们 妹妹啊 妹妹啊 什么全部都是希望 都是希望这样 因为现在不管什么年龄层 都是很忙碌啦 所以明年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对妈妈来讲 因为有了小孩之后 她的确需要在快速的时间里面 让自己变美啊 或是让自己变瘦 我觉得这个议题对妈妈来讲 真的是很重要 我会觉得 你无论如何 就是如果有快速的方法的话 因为我觉得做比没做好了 是 对如果有快速的方法的话 你们愿意去做的话 你至少会比都没有做好 是 那今天其实我们 因为2018年即将开展了嘛 所以我们也 关琳老师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说 哎 她有哪些的好习惯 其实对身体 对我们的肤质的状况都有一些很好的影响 其实最主要是哦 因为我们每一次在每年的年底 我们自己都会去回想一下 今年有没有白活啊 嗯 对或者是今年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 有没有什么钱没有赚到啦 然后很遗憾啦 或者是什么东西没有买到没有吃到 然后就会开始计算说 我们今年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到 我明年的时候要做到 然后年底的时候都会 有些人会觉得说 啊今年很满足 有些人会觉得说今年好遗憾 然后可惜哦 然后很多事情 从明年开始 对 但是我会觉得其实 如果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我觉得无论如何 人最好是一年要比一年过得更好 当然 那你要过得更好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有十个好习惯 不妨 就是稍微 让自己在2018年的时候尽量做到 因为像我们的就是Vivian 是 对她就说 好久没有看书了 好久没有好好听音乐 因为自从当妈妈做就很麻麻 所以我觉得明年无论如何 各位妈妈们 一定要为自己挤出一些时间 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那我们就是今天集合了十点 OK 而且今天一样我们观音老师会 如果各位粉丝在 在12月31号的下午五点以前 在我们的直播底下按赞 还有公开分享 而且记得留言分享自己在 2018年最想达成的事 对 那观音老师呢 会准备五份的正货的跨年礼物呢 给粉丝们 我觉得观音老师每次准备的礼物 我都非常的喜欢 是 好 那观音老师 我们现在先来谈一谈 你觉得你刚有提到十大的好习惯 对 那你有提到说第一个好习惯 就是喝早晨水的习惯 像我 我有喝耶 我就是喝一般的温开水 这样像 这样就是早晨水的吗 对 其实早晨水来说 我觉得很多人你自己回想一下 今天早上的早餐吃了什么 嗯 然后很多人念说 第一口第一口东西就是喝了咖啡 是 然后有些人第一口就是吃了蛋饼 或者是今天的早餐啊三明治啊等等 Vivian今天早上第一口东西吃了什么 第一口 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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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浆还可以 实习生呢 我喝水 喝水 阿社长今天就喝早晨水 我就每天早上都会喝一小杯的温开水 对 其实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们人已经开始走动的时候 我们的肠胃其实是还没有醒的 然后我们的肠胃会关系到就是我们吃进什么东西 它开始运作 但是你想想看哦 如果说在它还没有半梦半醒之间 你一开始就先吃了一些重口味的东西 嗯 是增加它的负担的 是 那所以其实早晨水最主要的作用是帮我们排毒 因为其实我们前一天身体在黄金睡眠时间的时候 会进行一些排毒的动作 是 然后你隔天起来必须要靠一杯早晨温水 嗯 然后来去帮助排毒 是 然后像我的话呢 因为我还要更多 所以我必须还要有增强免疫力啦 嗯 还想要抗氧啦 还想要美白啦 所以我的早晨水都适合早晨柠檬蜂蜜水 诶那这样是当天早上做还是说我隔天 就当天啊 当天啊 就是蜂蜜倒进去嘛 然后柠檬汁挤进去就这样子而已啊 嗯 对啊我平常都会把柠檬就是都 黄色的 黄色的柠檬都先放好在我的保鲜盒里面 一天就是拿一半出来 拿一片出来挤压就可以了嘛 对啊你如果有一点时间的人尽量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喝柠檬 蜂蜜水 像法国女人起床第一杯都是喝柠檬水 因为柠檬水可以抗氧化啦 然后也可以美白嘛 对然后蜂蜜水的部分的话 当然蜂蜜它本身对肌肤也很好 那弹力的部分它其实还可以增加免疫力啦 是 对那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时间的人就是可以喝蜂蜜水 或者是柠檬水或者像我一样喝蜂蜜柠檬水 所以你这是进阶版的 我是普通版的 对 无论如何一定都要喝温水 是 我妈会问说那要喝多少呢 其实一天 哦一天200cc就可以了 早上起来 没有早起来那一杯呢 对早上起来就200cc 一天当然要喝非常多啦 对 但是早晨水的话是200cc 然后千万不要因为赶时间就啪的一次喝完 就是一口一口慢慢喝去感受那个温水对身体产生一个作用 然后慢慢的帮你把一些毒素就是要排出去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还是要花点时间 不要一猛的就是 一猛就马上喝掉了 对对对对 一定要慢慢喝才会有它的效果 是 那第二个好习惯就是 冠妮老师你有好好吃一餐饭的习惯 对就是 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每一餐 每一餐 我觉得我希望大家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 思考一下自己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你会觉得说我2017年自己回想一下都吃些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哪 我怎么2014年都是在吃一些糖啦 都在吃淀粉啦 都在吃一些垃圾食物啊 加工食品啊 然后有的没有的东西啊 很少为自己好好做一餐 如果有这样的人要稍微的监讨一下 Vivian 你在扁嘴你都吃了些什么今年垃圾食物了 我替她讲 对 因为今年其实主要是怀孕 怀孕的时候就是爱吃甜食 哦 因为口味会改变 口味会改变 本来很不喜欢吃甜的 怀孕的时候改变就是爱吃甜食 了解 因为其实每个人就是很爱吃甜食 或者很爱吃零食啊 有些人就是很爱吃一些什么重口味的东西 但是当你在吃那些东西的时候心情是好的 因为那是你喜欢吃的食物嘛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跟我一样 我其实就是80%正在做减糖 然后有20%是自由的 因为我也喜欢吃最新口味的泡面 然后我也喜欢吃烧肉啦 然后我也喜欢吃偶尔吃一点甜点啦 但是我有80%是减糖 20%是自由 然后我减的糖是米字部的糖 然后还有油字部的糖 所以就是淀粉跟那种甜食类的 然后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食物 这个是如果我要出门 这样看到吗 看到 如果我要出门啊 不想就是开火 不想让身上有油烟味的话 我就会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切一切 然后变成一盘沙拉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有像是 有葡萄啦 酪梨啦 番茄啦 柚子啦 然后里面还可以再加一些水煮蛋啊 之类的把它拌在一起 然后淋上那个初榨的橄榄油 它就是一道沙拉 对啊 其实妈妈在帮宝宝做副食品的时候 也可以把剩余的食材 不管是水果蔬菜 也可以做成这样的沙拉 对 然后如果你想要有些蛋白质的话呢 你可以开一个鲑鱼罐头 或者是加蛋白 然后或者是一些水煮的肉 然后把它加进去 然后拌一拌 它就是一个水煮沙拉 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饱足的一个 一个 我觉得不管哪一餐 早餐吃或中午吃都可以 然后另外的话 那我如果 可是这个沾酱呢 要自制吗 还是说买市面上的就可以了 没有啊 就是橄榄油啊 只要橄榄油 对因为里面都是甜啊 里面都是有味道的 因为现在有人习惯用凯莎沙拉 或是用什么千岛酱啊 或是用和风酱啊 当然不要吃沙拉啊 你知道 不要吃沙拉酱 因为那个增加卡路里嘛 那如果说你想要有点味道的话 我个人还蛮建议像一些日式的芝麻酱 或者是一些日式的一些 就是有柚子醋类的一些酱 如果你觉得要有那些比较明显的味道的话 那像我的话 我只加橄榄油 因为我里面的食材 味道都非常多 而且如果你有加鲑鱼罐头的话 已经够咸了 对就不用再加 然后另外的部分的话 我的主食会像这样子分配 这个叫做一盘料理 就是你一个盘子当中 已经准备了所有 你当天那一餐所需要的所有养分 然后我的主餐一定都会是一块肉 那这块肉的话它可能是牛排 也有可能是鸡排 然后也有可能是一条鱼 然后今天这个是鸡排 鸡排上面我就铺了纳豆 因为蛋白质很丰富 然后另外我一定会用椰子油炒蛋 然后这个椰子油炒蛋 里面还加了杏鲍菇 然后另外还有酪梨啦 芹菜啦 然后还有番茄等等 就是我一定会有蔬菜 一定会有水果 一定会有蛋白质 这几种养分我是一定会准备的 所以一盘就可以搞定我一餐的所有料理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米饭 但是对于在上班的妈妈来讲 要自己准备可能是真的还蛮辛苦的一件事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 其实比你就是煮给一家人吃还要方便啦 因为这个其实你就是把鸡排煎熟了 对 然后还有就是把蛋炒熟了 大概需要下锅的大概就是两样东西了 而且这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技巧的 所以如果是外食的妈妈还是建议她 现在要选择比较清淡的 其实外食的部分的话我还蛮建议就是 现在很流行很多的早午餐 那早午餐的餐厅啊 他们的早午餐的配料 其实就是跟这个是差不多的 就是有肉啦 有蛋啦 有水果 有沙拉 有優格啦 然后只是她会多加的面包 然后那个面包你可以考虑你要不要吃 然后如果一点点少量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所以我外食的时候 或者是约朋友聚餐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约那个有早午餐的餐厅 但是我还是保有百分之二十的自由 然后吃吃夏味仙啦 然后吃吃泡面啦 蚕豆酥吗 像我喜欢吃蚕豆酥 蚕豆酥最近又回来了嘛 而且我蚕豆酥都是吃酷辣的 我觉得其实传统的零食才最好吃 因为味道很不合 对啊很多乖乖蚕味仙 蚕豆酥那些 都是很有味道的 我反而比较喜欢以前的零食 所以那时候夏味仙出问题的时候 我有点难过 然后现在他回来了 而且包装更好看 我就又开始 开始买来吃 对然后放假的时候放松一下 对啊 关键老师有第三个好习惯 就是书头的习惯 其实像一般我们要赶上班的时候 随便书两下就跑掉了 对真的 因为书头这件事情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然后那本书是一个九十几岁的家事专家 日本人他是专门就是跟大家分享 做家事的小灭绝的一个专家 他九十几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 然后那本书很妙 他就形容他老公跟他婆婆也都很长寿 然后他婆婆有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他每天早上跟晚上都会认真的书头一百下 你知道吗 其实一定要一百下吗 当然一百下是一个标准 因为如果说你不知道到底要书几下 你给自己一个数字可以有个标准 可以有个参考 然后你其实养成书头的习惯 你除了可以让你的头皮循环力变好 然后头皮循环力好了皮肤就会好 因为是连带了一块皮吧 然后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的循环好的话 你的毛毛就会健康 然后头发根就会强壮 然后所以我如果我建议大家如果早上出门 没有时间输的人 晚上洗头之前输 你反而可以把一些灰尘 倒着输也好 真的输也好 你可以把一些灰尘输掉 然后可以增加头皮的循环力 那书子有特别要求吗 来我今天带来几个厉害的 来看起来造型就很漂亮 有没有很强 对啊 来这一只书子它完全照着头的弧度来做 然后你这样正面看它是不是有很多洞洞 镂空有没有 那这个镂空它其实可以让你在整法 整法的时候吹风机的风 可以透过这个洞洞 你不用说有些吹风机就是你被那个书子盖住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头发 然后你会那个造型的时间很长 然后这一只因为它有洞洞的关系 因为它可以透气 然后所以你吹风机也可以就是 你不用这样子掀起来吹 你直接这样子的时候 吹风机这样吹 直接就是可以吹到这边 从这边就可以透过那个书子 吹到我们头发 所以头发也很快干 然后这只书子它的顶端的地方 也可以刻个小球啊 里面还有那个植物油的成分 所以可以帮你就是保养头皮 那这个要在哪些的那个洞洞 你其实在网络上搜寻都可以了 是哦 对网络上面搜寻都可以了 它叫做Double C Double C是一个很棒的书子 而且这个书子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它的单价都还能够让人家接受 差不多我就一千块以内 然后除了这只之外 这个品牌它另外还有出了这只旅行专用的 有穿衣服的哦 然后你看它的那个盖子上面还有那个水钻很可爱 然后它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因为我们其实出门啊 几乎不会有人在 你在书包里面 包包里面有没有带书子 以前会带 小姐的时候呢 小姐的时候 你有吗 你还是小姐有带吗 对 不行这样子 我们不是小姐就不太会带 因为我们不是小姐了以后 都会希望包包越清越好 然后越能够省略东西越好 然后我觉得就是实际生长头发 所以它随时都要帮自己书 然后像我们这头发剪那么短的原因 就是懒得再去弄它了嘛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设计很棒 它有一个衣服可以穿着 然后它又有水钻的设计哦 然后你看它其实这个还有透气孔 你不用担心就这样靠着 会不会闷在里面哦 然后我觉得就是书包里面 不要讲书包就是 包包里面最好还是要带一只书子 随时帮自己书头 然后像这只厉害了 来这个 它是有按摩的作用是 这是欧森的 欧森的 有没有声音 所以它书头的时候呢 可以按摩头皮 超舒服的 你感受一下 真的耶 有没有像这样的感觉 在书的时候就会有那个震动感 然后呢更棒的是它也可以这样 按摩肩颈 所以是一机多用耶 有送吗 有 脖子这边 对 真的很舒服 而且就是别人帮你弄会特别舒服 自己弄就还好 真的 有没有觉得有没有 很多工具带回家都不会用啊 对 然后老公又不肯帮忙啊 对啊 像这样子 针对这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这一只 因为它是欧森出的 因为毕竟它的按摩椅很厉害 然后就想说做了这么多按摩椅 就来做一个这种就是小小的 你算是一个小家店嘛 然后可以按摩 然后这一只 然后这个也是最近非常夯的梳子 一个铁盒子 学校长的高级 来 它长得像这样子 好可爱 长这样这样 然后它跟它的盒子是一样的图案 有没有 然后这一只梳子呢 你看它正方形的面积啊 就是那时候问创办人说 为什么是正方形 然后他说因为正方形的面积大 我也是可以一次就梳到好多头发 尤其在做造型的时候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的梳子破洞啊 有没有 中间有个X 然后它其实的作用跟这个一样 也是通风的效果 所以现在其实很流行 就是梳子做这种镂空的原因 就是因为吹风机在吹的时候 你不用把头发掀起来 你可以直接透过梳子 就让吹风机的热风 穿透到达头发 你不用再去就是很麻烦的做造型 然后我觉得这个形状是未来的趋势 而且你那个梳子的面积大 你梳头的时候特别舒服 它一次就是可以盖住你很多的就是 有没有 头皮的地方 如果梳子这么有造型 就会忍不住想多买 对不对 是不用啦 一支就好 那你为什么那么多支呢 旅行的啦 造型的啦 按摩的嘛 对啊 对啊 就是要这么多啊 就不小心 不小心就这么多了 所以梳头 我也是喜欢 一直说好特别哦 真的哦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是帮自己买一支好的梳子 然后那个梳子就是越好 越可以当存家宝 你知道吗 然后你每天想想看 这支梳子每天在 起头之前 要帮你梳一百下的头发 它多重要 它根本就是你每天的partner 对 对 养成速度的好习惯 头脑变清新 是 头发变健康 然后让血液循环顺畅 脸部的肌肤都会变得有弹性 没错 然后但是如果当大家就是不用油的时候 我就会很担心说那个老化的问题会很严重 然后肌肤会失去一个抵抗力嘛 然后呢 但市面上的油真的非常多种了 然后有那种只加了一点点油的精华液啦 还有那种就是用起来很清爽的那种油啦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选择那种里面完全都是只有油的 只有油的 对 只有油的东西是最好的 然后像这个是我其实我平常最喜欢用的辣木子油啦 它能够抗老嘛 然后也可以调节油脂的分泌 因为像我是油性肤脂的人 很多人会以为说油性肤脂的不能用油 其实是错的 因为油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 也有能够帮你控油的油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壁麻油 壁麻油是什么 壁麻油它其实是能够促进毛发生长的 所以如果你用它来按摩头皮啦 然后或者是用它来就是用棉花棒沾一点 刷在那个睫毛的根部 它也可以帮助睫毛的生长 真的吗 对所以壁麻子油现在也是非常夯的一种油 那另外的话我也喜欢用这种复方的 那这复方里面它有玫瑰果油啦 月剑草油啦 但是它就算是复方 里面也都完全是都是植物油 我喜欢用都是植物油的油脂 然后还有像这个打放的这一款 这一款里面是比较特别的 它里面除了植物油之外 还添加了植物净油 所以比较喜欢有芳香疗法作用的人 你就可以用打放的这种精露 然后我觉得使用油的方式 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啦 但是我会觉得以初学者来说 如果你想要 一开始想要让你能够 瞬间的接受植物油的保养的话呢 你把它加在你的精华液里面 或加在你的乳液或乳霜里面 是最好的 然后白天加少一点晚上加多一点 然后你在用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感觉到 有那个油腻腻的感觉 对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接受这个油脂 所以这些油都可以使用在脸部 跟我们头发的那个 对这个可以按摩头皮 对那其实油它是全身上下都能用的 但是说实在的 当它的末数这么小又这么贵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舍得用身体嘛 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用这样的判断 他们其实也可以用来当身体的用油 但是因为很小罐你就会如果说我要用身体油的话 我会去买大罐身体专用的 像是那种蚝蚝巴油啦 酪梨油啦 葡萄籽油那种 就是单价也不会那么贵的 是对 然后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很有趣吧 有没有看到这个 那个纸盒对不对 对这个是一个插画家叫做夏仙 画的插画 然后这个就是用来装这个绿藤的辣木籽油 有没有 因为这个是绿藤他最近推出一个活动 他把那个辣木籽油的包装 因为这个都是回收纸张 然后这个纸张里面就是让每一个作者 邀请所有的作者来帮每一个辣木籽油的包装 画上这样的一个限定图案 然后这个卖掉的金额会拿去做工艺 对然后而且就只有这个 这一款 对就只有一个 就是每一个图案都只有一个 因为全部都是手工画的 然后现在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那个绿藤的门市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作者的作品在那边 是很特别齁 也是做工艺的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用油是一件很好的习惯 那如果说舍不得用身体 那我们在按摩身体的时候 我们要用哪一种油会比较好 或是怎么样 一定要涂油吗 好我的第五点就是 就是养成好好帮自己按摩的习惯 对 因为其实 现在的人对自己越来越严苛了 然后都不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 做对自己好的事情 然后因为就可能有小孩的关系啦 有小孩了以后 小孩最大 会帮小孩按摩啊 但自己就忽略了啊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你 你知道如果你不自己过得好的话 你怎么让身边的人过得好 我常常跟我家人说 我脑中完全都只有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必须要先把自己的心搞定了之后 我才要办法去照顾家人 或照顾其他的人 所以你们不要就是在那边 然后吵架来跟我告状干嘛 我根本懒得理你这种事情 有妈妈也分享说 她觉得妈妈还是要漂亮漂亮 才有自信 因为我当初都一直用鲨鱼夹跟树叶好一阵子 觉得机场不能堵这样 对真的不行 当你回首以前那些日子 你就会觉得说天哪真的是 怎么会这样对自己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生完小孩的妈妈 我觉得真的是超伟大的 你应该要对自己更好更好更好才对 所以呢 每天睡觉前的十分钟 不管你小孩多吵 不管你老公多烦 十分钟就是你自己的时间 然后这个十分钟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乳霜 或者是身体油 来帮自己做保养 然后搭配像这种按摩书 这种身体专用的书籽 像这种有各式各样的 然后这一款还可以 这款是媒体小铺的 它还可以推脂肪 这个 然后这个是Malvita的 Malvita的 像这种梳子 这种梳子啊 它在推身体的时候 都可以帮我们把那个循环变得顺畅 然后也可以帮我们脂肪 就把它推掉的概念 但是你在用这种东西的时候 绝对都要搭配滋润度比较高的油 然后或者是霜 因为像乳液的话 它吸收力比较好 对 那所以其实用油或霜的话 它吸收力没有那么快 我们比较多时间可以帮肌肤好好的按摩 然后尤其是呢 例如说腿部容易水肿的妈妈 然后手部就是抱小孩抱到 那个叫什么手 会有短睡到就说 妈妈手 妈妈手 对妈妈手问题的人一定就是要用按摩 然后像这个 我还蛮推荐Malvita的这一款 那个粉红胡椒油 因为它还有瘦身的效果 好 然后这一款RMK的油 我很喜欢的是 因为它有满满的柑橘的香味 所以柑橘的精油 它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就是 比较活耀 然后比较就是 比较开心啊 好 然后这一款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那个屏幕宣言的姜 呃 那什么什么什么 姜味暖暖 它里面是 姜的 成分吗 姜的味道 有 有姜的成分 很香的味道 很香 很舒服的味道 那会让你在冬天的时候就是会很疗愈啦 然后可以增加你的循环力啊 然后会让你觉得比较温暖 嗯 然后这一款是Savon最近推出的 圣诞节限定的味道 然后圣诞节限定的味道 它里面都有添加一些像 广阔香 乳香之类的东西 然后闻了也会让你冬天觉得很温暖 嗯 可是我闻不到有香的味道 都里面有很多味道 哦 对它不是只有单方的 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 好像有那种圣诞节冬天的感觉 所以这四款其实是我蛮常在使用的产品 然后呢按摩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从脚坐在床上 然后从脚开始 从脚尖开始 然后一直推推推 然后推到大腿 然后呢你可能觉得有些地方 推的时候会有点痛 因为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些 淋巴阻塞的问题 但是你不要硬要去推动它 因为像如果有时候我们去给人家做SPA 那个就是美容师都会很用力的说 啊我要帮你把那个淋巴节推开啊 用力到你真的是 就是该该叫哦 然后我就不需要到这样子 那你就是觉得自己觉得舒服了就好 因为你每天这么做 它淋巴节一定就是会散开 所以每天慢慢的帮自己按摩 然后按摩完了之后呢就按摩手 然后还有肚子的地方呢 顺时钟方向按摩肚子 然后如果说你有便秘问题的人 这个方式也很不错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背后的话 如果老公愿意帮忙的话 就稍微按一下背后刷一下背后 这样会很舒服 那如果老公不睡了怎么办 小孩咯 太小了 我们的妈妈的小孩都很小 你的小孩大了啦 你的小孩大了 Vivian的应该还不行 还不行 没关系以后有机会了 就自己想办法 好不好 不然的话就是腿跟手是最重要 因为你手很容易水肿 还有屁股的地方 对然后因为像我们久坐啦 屁股就是很循环很差 然后就是屁股越来越大 没错 对然后臀部的地方 就是稍微也用这个刷子 就是把它刷一下 然后就是减少一些 都是顺的刷吗 都是从下往上 都是下往上 因为顺的那个淋巴的方向 淋巴流的那个方向 然后屁股也是一样 从下往上 那刚刚桂林老师 其实已经分享了五个好的习惯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提醒 我们中场 中场 对一定要再提醒他们一下 就是在12月31号 就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 对 在我们的直播底下 按赞及公开分享 然后在我们直播底下 留言分享 正呱呱乐 那看好了 但反正 瓜林老师会准备五份的正货的 跨年礼物给妈妈们 正货正货 不是试用包 对 然后也让妈妈在2018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没错 因为妈妈就是强调说 她真的很喜欢 瓜林老师的讲解 哦 谢谢 谢谢 这是你的新年新希望 哈哈 我就知道很多人会讲到乐透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只要有钱 什么事都好办 什么事都很好做 这个买一档也可以 对啊 我也超想 没有没有没有 这十个都不用做都没有关系 就有钱 这十个都不用做 有钱就很开心 你知道吗 她也不要疗愈啊 她就每天数操 不要觉得好疗愈 她也不需要用精油什么的 就是 那第六个就是刚刚 瓜林老师有提到 就怎么样去养成我们细修精油的习惯 其实像我自己本身也有使用精油的习惯 那 瓜林老师你讲的细修是 绣西 绣西绣西 它是针对哪些的身体的部分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 或是怎么样 其实精油的种类有非常多种 然后我会觉得说 其实如果比较喜欢营造家里的一个氛围的妈妈们 应该都会有买很多像是一些什么芳香什么什么啦 香香蜡烛什么什么啦 但是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 或者说家里有小孩之后 一开始会觉得说 那些化学的香料是不是对身体是好的 然后就会觉得说 如果可以的话 慢慢改用精油 是比较棒的 然后因为精油它本身呢 能够就是经过我们的呼吸道 让我们呼吸了之后呢 对我们的生理跟心理产生一些作用 因为它是先把味道传到脑部之后啊 例如说我们今天去一个森林里面闻到分多精的味道 你人自然就会放松 所以它的确对于那个心理跟生理的改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就觉得说 精油这个东西很重要 然后我要来秀我一个法宝 很特别 这个可以拿 来这个 这个 大家看到吗 看得到吗 看得到 对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精油扩香机 好 这个小鸟它叫笑脆鸟 嗯 然后它本身在开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里面 我已经滴了这个薰衣草精油 然后还有这个是尤加利精油 它尤加利是专门正面呼吸到的 好 然后薰衣草是放松的 所以这个是我每天睡觉之前 我一定会用的精油 然后把这个精油按照比例滴进来 大概5滴左右 如果你想要这个味道重一点 就多一点 然后这个味道重的多一点 然后把它滴进这个小洞里面 嗯 然后盖上去之后呢 来把它继续打开 打开 我看到灯亮了 对其实镜头前应该比较不容易看见 它是有淡淡的绿 有没有 蓝紫 对它会变化那个很疗愈的灯光哦 嗯 然后呢 这个扩香 它会把那个精油变成一个小小的分子 散发出来 从这个夏翠鸟的嘴巴里面透出来 嗯 所以我们刚刚闻到的味道 都是从它嘴巴里面透出来的 嗯 而且这一台 机器它同时 也是蓝牙喇叭 它可以接那个手机上面的蓝牙 然后播放你手机上面的音乐 所以这台我真的非常疗愈 我每次都跟他分享说 哎我最近买了一个新玩具 就是这一个 嗯特别 对然后你闻到那个味道 你看 有 好这个就是尤加利加上那个薰衣草 因为我光是用尤加利的味道 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嘛 我喜欢它加上其他的东西 然后一起来一起来使用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个新玩具 然后呢另外的话 其实精油它很适合去做混搭 嗯好 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买那种就是 呃已经 单方的我全部都是用单方的 对 然后例如说夏天啊 我想要让家里有那种天然冷气的感觉 像走进森林里面的分多金的感觉的时候 我就会用像是雪松啦 然后丝薄啦 加一些绿薄盒啦 去营造那个凉凉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 然后我个人觉得妈妈们 如果你想要提升自己的女性魅力 嗯 女性魅力或者是像约会的时候啦 只有跟老公在家的时候啦 房间里面建议大家可以点像是 宜兰宜兰 加上广获香 加上乳香 嗯 这三个味道会让你觉得 诶自己有变漂亮的感觉 而且呢 其实也会让冬天的时候心情很好 然后我个人也蛮喜欢那个第一化工的精油 好 因为第一化工的精油 它其实也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像那个广获香就是印尼的 嗯 好然后像这个乳香就是法国的 嗯 然后这个伊兰伊兰也是印尼的 它其实有来自不同的地方啊 品质也还不错 而且单价也还蛮便宜的 然后我们常用的精油它都不会太贵 但它当然有好几千块一倍的那种 像有些奥图玫瑰超贵的啊 那个我就实在是舍不得用等人家送我啦 好 然后像这样子去搭配食用的话 我的组合有非常多种 然后我觉得你在去混搭的时候 它其实是很有乐趣的 那当然如果说 呃不太会混搭的人也可以买一些富方的精油 像那个社长你就有在用 就有一个那个呼吸顺畅的精油 它是富方的 对 它里面好像也有那个尤加利还有其他 尤加利啊还有月桂叶啦 然后还有像是那个 它应该也有一些薄荷或丝薄之类的吧 因为像这样的精油富方 如果你自己不太会调配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 那社长你都什么时候用它 诶像这个我就是鼻子 如果觉得有一点点鼻塞的感觉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 那像现在我晚上睡觉比较容易 呃鼻塞我就会用薄荷精油 就涂在鼻梁两侧跟鼻孔这边 那这样我的鼻塞的症状就会稍微舒缓 然后我就比较容易入睡 好然后还有像那种就是比较容易有 像社长这种问题的人 我个人也还蛮推荐 Bonyhouse的这一款 净化麦伦精油 然后这个精油里面它其实也有一些乳香啦 管货香啦 然后默药等等 然后它也可以 哦然后还有那个油加力 我觉得油加力真的是很棒的精油 然后你直接滴在手上 嗯 等一下哦 像以前我还会把那个薰衣草精油啊 放在我的化妆水里面啊 因为其实薰衣草精油好像可以平 有那个平缓神经的 它可以控油 对对对 然后像这样子睡觉之前搓一搓呢 然后 好香哦 很香对不对 很像那个以前我们吃那个凉凉糖的味道 是是是是 真的很香 老师有好多人问说 那个破香机是哪里买的 是什么品牌啊 你到网路上面搜寻Bonyhouse 怎么拼 B-O-N-N-I-E 然后H-O-U-S-E Bonyhouse Bonyhouse 然后像这样子有没有 这一款脉轮精油啊 这样搓一搓休息之后呢 擦在这边 胸口这里 对 然后就可以帮助你的那个呼吸顺畅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都觉得说 好舒服哦 对跟那个富方的精油有差不多的作用 对 所以我觉得精油啦 你不管是 因为像这个可以擦身体 最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还有添加植物油 它不是单纯 因为如果你是单纯的精油的话 你比较不适合直接单擦 然后它有添加那个植物油 然后如果说你平常想要把 例如说像这种单方的一些基底油啦 然后你也可以去混搭植物油 然后比例上的话大概就是8比2 如果说我用8ml的纯植物油 然后想要按摩身体的话 然后我里面就是8ml的植物油 加上2ml的精油 不管你要加哪种都好 然后可以帮身体做按摩 只要你自己喜欢的味道 对然后纯的精油一定要混搭植物油 然后像这个脉轮精油 它已经调好植物油 你就可以擦在身体上 ok 对我觉得精油的世界真的是非常 对啊 我也是用了精油好几年的习惯 对啊 然后觉得你闻了精油的时候 你就觉得没有办法闻那个化学的味道 没错真的耶 对精油真的还蛮棒的 然后保养品也慢慢都换成天然的 对没错 那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就是啊 用油啊或是绣细精油 对 那观点老师第七个习惯就是好好看书的习惯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Vivian说的 啊我已经好久 就没看书 没有好好地看一本书了 因为她看两个小孩 而且年龄都太相近了 所以她真的是 对因为她刚刚就说啦 生一个小孩已经很累了 没想到生两个小孩更累 然后旁边那个就实习生就在考虑说 那我以后要不要生小孩 哈哈哈 也可以学我一样就是比较爱自由啦 然后我觉得看书这件事情呢 我真的我看书也非常杂 因为社长说她看书也很杂 我看书的很杂非常杂 然后我看的书其实也很杂 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说 因为到了一个年纪 因为我45岁嘛 那我觉得过了30过了40之后 我觉得每一个女人 你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你应该都要做那个年纪做的事情 例如说我看过很多身边的女生 她明明已经就40几岁50几岁 然后穿了像20几岁有沒有 然后她穿的衣服都像西门丁的那种很便宜的衣服 我不是说便宜的衣服不好 但是就是很没有质感 然后或者说她们会去跟那种梅亚穿那种梅亚一样的衣服 例如说过度暴露啊 迷你裙啊 然后网袜啦 然后穿那种就是梅亚的厚底高跟鞋什么之类 反正就是会觉得说 你已经这个年纪了 你除了就是把妆涂得很厚 因为你要遮的东西很多 然后就把妆盖得很厚 然后还贴假结毛什么之类 我就觉得没有气质 所以当你到了年纪的时候 你必须要让自己有拥有那个年纪的气质 例如说我40岁我要像30岁 然后50岁我要像40岁 但是并不是叫你穿的像怎么样 我觉得是我们心态上 内心所塞发出来的给人家感觉 对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绝川坡老师 他本身出的书他有出很多种 然后因为他以前是一个插画家绘本老师 所以他的书全部都是用这种绘本的方式来去表达 然后这三本书都是他过了40岁之后 专门出给40岁的女性看的 例如说他认为40岁女性应该要改变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像这样子 例如说我40了我应该怎么穿 我应该要怎么吃 甚至说40岁了以后 我们要用的香水也不能是没要用的那种香水 也必须要是让自己觉得我的那个味道是有升级的香水 然后我觉得他的内容很棒的是 他针对那个你看他针对那个服装的部分有很多的解析 因为其实过了40岁之后大部分身材都会稍微有点变形 不会像每个人都会像社长一样身材都那么好 就是会稍微屁股变大啦腿变粗啦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过了40岁 我们应该就要怎么样去懂得遮一些该遮的地方 所以例如说不能够穿的很合身啦 对就会显现自己的小腹为出 对啊然后例如说要穿的稍微有点宽松啦 但是也不能都很宽啦 然后配件要怎么搭鞋子怎么搭 然后然后就是衣服的直材要怎么选 还有包括颜色等等 然后我觉得你看像这样子40岁以上 然后穿这么休闲的感觉也会让你觉得很有活力 但是你不会觉得你像梅亚那种 因为他并不是叫你穿那种好像新门丁的女孩那样 而且这种书看起来比较轻松 因为他以图为出的吧 他是擦图 我觉得对妈妈来讲可能不会负担那么重 对他甚至说你看就是我们每天的饮食啦 要喝什么样的水啦要吃什么样的菜啦 他完全也都有考虑到40岁的女人之后 应该对身体上面什么东西对身体是最好的 而且他有聊到很多精油方面的事情 还有泡澡的事情啦 然后睡前的运动啦等等 因为你到一个年纪之后你就不能不服老 但是你就是必须要做哪些事情 让自己不会有任何不会有任何老态的感觉 所以我还蛮建议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绝川坡的书 然后你只要上网搜寻都可以看到 好那社长呢 像我我比较喜欢看小说的 所以从像日本的东野贵物啊还有公布 还有之前我们聊过的那个推理小说 然后美国像那些英国的那些什么哈利波特啊 或是饥饿游戏啊或是达文心密码这种 你读的书都是那种夯的耶 我都是喜欢看那种有一点 话题性的 对话题性的然后带有一点点推理的 我很喜欢看这样的小说 那其实东野贵物本身有两本书让我的印象很深刻 其实应该不止两本啊 但是我觉得看这样的书呢 会给我们有一种疗愈 因为我最喜欢看东野贵物就是信参者 你应该有看过 但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看推理小说会疗愈 对 我就觉得东野贵物不是每一本书都很好看 但是他其中这两本就是信参者跟红色指甲 我觉得看以后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这两本我有看啦 但是可能我们那个点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那个可能有带有亲情或什么之类的 对啦对啦 因为信参者每一次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温馨的故事 没错 对然后这个案情其实是怎么样发生的 你甚至有时候凶手也有让人家觉得好可怜的地方之类的 那像最近台湾不是在上演他的那个节有打破电影 对啊 那因为我看书 所以我比较懂得电影的剧情 那像我带我老公去看或我儿子去看 他们其实刚开始看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太懂 但是因为我已经看过书了 因为他有时空交错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书跟电影最大的不同就是 书里面他的描写的细节是比较细腻 但是电影他讲求的就是那种科技的技术 他会带给你感觉在我们感觉在声光的那种满足 对 但是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里面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 每一个演员他们的表情真的非常到位 你看到他的表情的时候你本来不想哭 可是看到他的表情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哭了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看电影跟看书都是在疗愈 尤其在我们现在工作啊 为什么我们有还有像小微带两个小孩其实压力也很大 所以事实就有需要让自己在一种能够疗愈你的那种情境之下 其实哭过以后觉得很好 没事啊像你的小孩跟社长小孩一样大的时候就自由了 哈哈哈哈 那还要很久 那还要很久 对 但是因为我除了喜欢看小说之外 因为本身工作关系啊 所以我常常会收到很多像保健的或什么 我也超爱 那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啊 你的书柜上面会有非常多医疗方面的书 对 我也很多 还有一些什么来自空中的杀手 电磁波 电磁波 对 那这本就会跟关键老师今天讲到 哦 这本很好 对这本很好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 又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非常不同类别的书 对 但是说实在的随着3C的盛行啊 现在看书的时间没有像以前这么多 不过我觉得像我最近突然会觉得说 我怎么看书的时间变少 所以我又会重新再去把耐心叹者拿出来看 是齁 我现在规定自己就是一个礼拜 无论如何一定要看完一本书 哦那很很好 对就是我觉得它虽然是push你要看书 但是我看完每一本书之后我心里都是满足的 然后只是说最近我买的很多书都会有类似像那种 七分钟让你瘦啦 每天睡前只要一分钟就让你瘦啦 没长功能性跟工具型的 但重点就是很短的时间可以让你瘦啊 这种就是我也会很有兴趣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教你做一些睡前的伸展之类的 因为像我们就是没有时间运动的人嘛 但是说比起运动我还宁愿就是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些书 对我觉得看书真的 我觉得之后也许如果说读什么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我跟社长也可以来聊一些妈妈适合看的电影啊 适合看的书啊 就是我觉得书跟电影也可以 也是跟漂亮是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聊一些可以让大家变美丽的一些电影跟书 我觉得还不赖哦 对没错 那关琳老师第八个就是养成好好听音乐的习惯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重要 太重要了 我真的被我的老公跟我的小孩笑是音词 唱歌超级难听 我们不用唱啊 唱那个好的音乐 我们听歌就好 我们不用唱啊 我跟你讲 好的歌有时候你听起来 你会被他感动 你就会不自觉的开始流眼泪 你好 我觉得你好容易流泪 刚刚好像聊到很多那种很容易流泪 对这样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流完泪以后 会让你整个流到流泪 流泪是舒压 对没错 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 看一些好笑的电影跟感动的电影啊 就是会让你心情很抒发 对你会觉得 重新把你的心里洗鼻了一下 对然后我觉得听音乐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很多人会说 我没空我没时间我没时间 但是你却是习惯把电视开在那边 然后你一回到家开电视 或者是你在打扫整理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但是你还是开着电视 因为妈妈们说我就是想要听电视的声音嘛 然后我不用看没有关系 但是建议大家不妨把开电视的习惯 改成开音乐的习惯 然后我个人觉得音乐其实 我慢慢慢慢的开始 没有很爱听人家唱歌就是声音 慢慢的觉得我不想要那个声音 所以我其实有一整套的这个系列的CD 火炉的 它就是一整块就是播火炉的声音 然后嗶嗶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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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冬天听这个哦 你就觉得好温暖哦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催眠的催眠的作用 然后呢 我有时候呢 夏天我就会听这个雨淋的 仿佛你在雨淋里面 然后好像开冷气的感觉 而且这个雨淋的哦 里面还会伴随着动物的叫声耶 有那个像猴子的啊 然后那个鸟啦 那种声音哦 是 然后还有再来的话我还有听这个 海浪的声音 而且它海浪的系列它不只是一种 它有那种海浪打到岸上的声音 然后也有那种里面有一些海豚的声音 然后也有像这种就是海浪打在石头上的声音 然后有时候像那种心灵想要沉浸的时候 或者是稍微在家里面 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我就会听这个音乐 然后更妙的是哦 这个这个我还没猜 它有丛林的声音耶 然后里面就是会有一些那个 动物的吼叫声 老虎啦 然后树上的那个鸟叫啦 然后它这整个系列里面哦 其实还有像是坐头巾的啦 还有美国铁路 就是你听到就是铁路 就是叉叉叉叉那种声音耶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系列的音乐 会让你觉得我不想要听那个人 在唱的时候 有持的那种 对 然后另外呢 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怀旧的人 我也听白光啊 嗯嗯嗯 白光不知道实习生有听过吗 没有 这个你也不认识葛兰 葛兰 葛兰对 然后有时候你听他们那个 我要飞上青天啦 还有就是如果没有你 这个我有听过 很像那种就是上海百乐门 因为其实很多人说哦 越喜欢怀旧的人 是越逃避现实的人 对我就是逃避现实的人 我就是不喜欢现代的科技环境的人 然后你看我还听这个 60年代的电影曲 然后有汪洋中那条船啦 然后有爱神啦 然后什么梅花啦 然后什么秋蝉啦 这些你也都不知道啦 但是 对如果说现在 荧幕前面有些妈妈跟我差不多年代的人 就会开始回忆起那种 对啊 我们那时候跟我男朋友去看那个什么 台北什么什么 小城故事的电影的时候 阿B演的电影的时候是 或者是什么 我是一艘灾心 纯纯的爱你 那好冷的销售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这些我都有听过 对啊 一定都听过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 我其实听歌很老派 其实其官老师今天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观念 不管是看书或是听音乐 对于正在怀孕的妈妈来讲 她都是一个很好的台教 对 只要看这本书或是听这个音乐 对妈妈来讲 她心情可以放松 对 又达到台教的作用 有些妈妈怀孕的时候心情很紧张 生出来的小孩也是那种紧张个性 没错是 对那所以除了看书听音乐之外呢 其实官老师还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 努力学习的习惯 当你努力学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人生有做不完的事情 嗯 然后呢你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学的 因为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就会有很多妈妈事情要学 对 然后等到就是小孩大了之后 或者是小孩慢慢开始念幼稚园啦小学啦 高中高中啊 也都会很多事情要学 但是我觉得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提升自己的优质的能量的 让自己的知识越来越增长的 我觉得像语言也是一种 没错 我们不管是学台语啊 学客家语啊 学日文或英文啊 你就是多认识几个单子 我觉得都是对我们好的 然后呢我个人觉得 我非常喜欢学习怀旧的事情 嗯 这个是麦田出版的书 然后我很喜欢这位 因为麦田也是我们集团的 对 你下次要买他来跟我们讲 有啦我平常都有把VV带不下去 好是 对 然后呢这个是陈柔静 因为这个作者的书我很喜欢 然后这本书很妙 它封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书名 书背也没有 它就是一个老广告的封面 然后他这本书的那个书名叫做广告说 广告表示 然后你会发现它里面呢 有我们以前很怀旧的年代的例如说 从那个 好像报纸的广告 对 它把所有的那个广告里面 把所有的像这个什么 飞 呃 练 你知道左右 飞老牌练乳 对以前真的有这种牌子的练乳 应该是他还有吧 因为他把 飞音牌没有了 飞音牌没有了 对 飞音牌有吗 我记得还有啊 是齁 有我记得有这个 这个品牌的练乳 因为爱吃的人就会注意 对不对 像这个他会把那个年代 就是把那个时间写在上面 然后把那个年代的广告剪下来 然后会去跟大家解释一下说 这个年代的这个飞音牌练乳 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占了多重要的一个角色 例如说就是冰果市里面 那个牛奶剉冰啊 对对对 一定都会 然后你看还有就是那个 其实现在啊 夜市在卖草莓的时候 也会加练乳啊 对不对 但是现在都不是以前 那个早期的练乳了 然后还有什么文化瓦斯基啊 就是家庭 就是你看到这个之后 你会发现说 以前那个年代真的好可爱哦 然后你的东西啊 你只要有一台冰箱 有一台洗衣机 就高兴的不得了 然后有一台电商 就高兴的不得了 那觉得说 但是现在的人 你只要电商一坏就丢掉 就换新的 然后冷气一坏就丢掉换新的 然后冰箱也是一样 随时都在丢东西 然后我觉得 你必须要去学习一下 就是我们以前的 早期的年代的人 是怎么生活的 然后你才能去感受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所以其实 像是语言我也有学习啦 料理也有学习啦 然后 但是我更爱去学习以前 我们古兽妈妈的 那个年轻的年代 是什么样的 的一些现象 然后我会觉得 其实学习当中啊 其实里面还包含着兴趣 对 然后因为我喜欢怀旧的东西 所以我也会收集这个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哦 我知道 是不是裁缝车啊 石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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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里面就是附有一个 小小的口香糖 所以叫做石碗 然后这个是大正时期的一个 家具系列 然后给你看哦 对啦 我有在收藏玩具 你看 好可爱耶 真的耶 这种复古的 迷你的哦 嗯好可爱 然后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 欧姬奖的家 哦 然后这个玩具里面就会有那个 你看 老电锅 有没有 小小的老电锅 有没有 以前的电锅都是这个花的啊 对啊没错 然后里面还附有那个饭耶 然后你看煮红豆汤的锅子 然后盘子啊 好可爱耶 对这个看起来也很疗愈耶 对然后其实我也有在收集这种玩具 然后我会觉得说 呃不晓得各位妈妈们平常有没有什么样的兴趣 因为当我觉得一个人跟我讲说我好无聊 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我没有喜欢的东西 我没有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天哪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我光是收集这些 看这些书啊 收集这些玩具啊 我就已经忙得我没有时间了耶 但是虽然有很多人说 但是我要带小孩啊 带小孩很忙啊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 还是可以抽空 还是要有抽空的时间 对 研究一下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那社长呢 我其实呢我喜欢旅游 但是我平常很喜欢写那个九宫格 我会从最简单的然后算到最难的 你说的那个九宫格 速读 我曾经把一本厚厚的全部写完 我每天睡前就会一开始去做那个速读 对 所以现在那个只要有速读 我就会很有兴趣的去写去写 然后我会跟我老公说 哎今天这有四星期的有三星期 我老公就这比较简单给你做 然后我就看啊 我就半个小时就给他剪出来 我觉得速读很好玩 而且我不是只有玩一格 我们现在玩的是十二格 就一二三四 大概九格 九格九宫格 那还有什么 然后其实我跟我老公 还有我们家的小孩 每年都会去好几趟的出国 那我老公他们有收集 那个各国国旗的习惯 哦 各国国旗 所以到每到一个国家 他们就会去找那个小的国旗 嗯 嗯 对去做收藏 所以像2017年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计划说 哎2018年我们要去哪里啊 对啊 我们坐过来一点点 OK 我们俩越谈越过去 好 对所以其实理由对我们来讲 它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对 而且你到不同的国家去 你也会有遇到新的事情 对像上次我们去法国 我就觉得说 这是全家一起合地去做的 因为法国毕竟不是跟我 语言相同的嘛 所以我们是自由行 嗯 然后订饭店 我订 但是订废机票 所以我老公订你知道 他会订到很便宜的废机票 我们是在大迷处里去的 那所有像我们去凡尔赛工 像我们去罗湖工 都是我女儿在 直接在网络上订的 那我儿子 因为之前有去过法国有 应该叫小小的游学 那我就说哎那这样的话 整个法国的行程 就可以交给他啦 他说他跟我说好 等到我们快要出门 他还没做 这时候我就来不及了 我就赶快自己去安排 所有的行程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耶 对但是我觉得我儿子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当时我们住在 罗湖工附近 然后我们就很心冲冲的出去 我们要去法兰赛工 对不对 忘记是哪一个出口 等到我们回来 晚上回来的时候 大家就说 我们是在哪一个出口下来 大家都忘记了 你知道那个法国那个地铁 因为他们都是很久的建设 你知道 大家很紧张 这时候我儿子就说 爸爸我记得我们刚刚从那里那里那里 那里走过来 所以我们就跟着他的那个轨迹 真的找到了 我们原来是从罗湖工的三号出口 地铁口出口下来的 那你们明年要去哪里 明年我们要去日本 因为我女儿已经去美国留学了 所以我们就去日本 然后我女儿自己就在美国待 这样子 所以今年不能全部 不能全部去 对 但基本上我们大概一年 会出国两次 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兴趣 跟可以学习的地方 对 好 然后另外我觉得像漂亮家具 应该也是麦浩斯 也是你们家 也是我们集团的 50岁开始优雅过日子 这本书我个人觉得 是我最近在学习的事情 因为他其实教你的是说 我们过了50岁之后的人生 就是他有很多人际关系 金钱 还有完美人生 我们都必须要过了50岁之后 学习 其实过了50岁之后 里面有句话我觉得讲的很棒 过了50岁之后 你起把公司放在第一位 你反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是最好的 因为你都已经过了50了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过了50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它是也是一个 我开始要学习的东西 因为我5年之后就50了 所以我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必须要有所准备 包括我的人生 人际关系 然后金钱观 各方面等等 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 断舍离 也是我2018年绝对绝对要做到的事情 然后这本书 它本身还有拍成连续剧 但这本书里面比较夸张的是 这个女主角 她家里面一个东西都不要 一个东西都不要 她只需要人的存在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现在开始讲求 所谓的减法生活 对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不要让家里有这么多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2018年 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就是断舍离 但是我们不需要做到一个很夸张 因为毕竟家里还是要让它有温馨的感觉 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会发现说 我为什么要有五把剪刀 你当你大嫂说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为什么有五把剪刀 然后为什么同样的锅子有四五个 那为什么我们家的玻璃杯 我们家只有三个人 为什么玻璃杯要十几二十个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你要去学习 你要开始去取舍 对 有些东西你可以真的是可以整理掉了 对 这个是我2018年的学习 嗯 那关系老师第十个习惯 我最后一个咯 最容易打最容易做到 就是帮自己好好打扮的习惯 对装扮的习惯 这个其实不容易做到 但是因为你是专家 对你来讲 对我啦 但是因为像刚刚有妈妈说 他们就是她用了鲨鱼夹 乱七八糟的头发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嘛 但是各位就是2018年的时候 让自己能够有一点打扮的机会 然后我觉得其实妈妈最常 应该说妈妈最常穿就是平底鞋 然后呢当你的 没有我都穿高跟鞋 没有啦 你社长没 然后呢 就是我们平常在外面走动的时候 最常会穿平底鞋 比较方便 然后有时候抱小孩嘛 然后因为有时候小孩就是会拉扯 自己身上的项链配件 耳环干嘛的 所以妈妈通常就是衣服也不会穿的太复杂 对对没有太多的装饰 然后呢 我觉得说没关系2018年的时候 让自己可以买一些厉害的鞋子 厉害的平底鞋像这样子 它虽然是平底鞋 但是它颜色是鲜艳的哦 而且它的鞋头就是有特别的装饰 例如说有水钻啦 然后有一些像扣子方面的装饰 然后还有像这样子 这个平底鞋也是一样 然后这是红色跟绿色的 尽量有多鲜艳就多鲜艳 因为我们身上的衣服通常来讲都会很简单啦 因为抱小孩你也不可能打扮得很夸张哦 然后我会觉得没关系 我们身上素一点 但是我们保留鞋子 让它可以是穿的 比较鲜艳的 然后比较华丽的 然后有一点过年的感觉 这样看得到吗 可以 看得到齁 这样子齁 这样子 这样知道齁 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身上的配件 你真的不要因为说 呃我们的生活太忙碌 我就放弃掉一些时髦的东西 但是我会发现说 妈妈既然爱穿平底鞋 我们就买很厉害的平底鞋 那像我其实不上班了以后 我这四年的时间 平常也是都是搭捷运啦 走路啦 我不可能穿的高跟鞋像一样 在那边就是那赶车或干嘛 很累 然后也穿不住 也穿不太久除了工作之外 所以我也买了很多平底鞋 后来我发现说 那我就把平底鞋买得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厉害的平底鞋 我觉得妈妈真的要懂得好好的爱自己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你懂得爱自己 你才能够把好的心情呢 当你在照顾小孩的时候 因为你有好心情 其实孩子也能够感受 妈妈是愉悦的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我们聊了那个十点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觉得很纳闷说 老师为什么没有好好运动这一点 对啊为什么 因为老师没有运动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运动不一定要做那种 别人现在正在流行的运动 像我的运动习惯就是我搭捷运 那我就会可能我会 别人都搭电梯对不对 我是用走的 对我用爬的 你可以走路或者是走楼梯 然后尽量去让你自己有很多的步行的机会 其实我也是还蛮喜欢就是走路 所以有时候就是记者会 然后我会尽量的就是都是用走的 然后查好地图 然后也许在沿路走路的沿路当中 你会发现说原来这里有这家店 原来这条街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有很多的新发现 对因为你常常走路 其实你对你的那个下肢也会比较有力气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没错就是不一定真的 你非得要跟那些美亚一样 穿上那个Nike啊 Ajitas啊 然后去公园这样子啊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 选择你可以做的就是最好的运动 对就是要动就好了 是 那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的粉丝 只要在12月31号 也就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 下午5点在我们的直播底下 按赞还有公开分享哦 然后记得留言 你2018年最想达成的事 那这样呢 你们就有机会 获得官邻老师准备的5份的跨年礼物 对 好 这个我想我们每次 那个官邻老师准备的礼物 都会让我们 正货正货 而且大家最想达成的事情 除了那个乐透之外 看能不能聊一些 比较真的实际会做到的事情 例如说我一定要学好英文 是 我一定要学好日文 然后我一定要学会 某某一道菜做给我老公吃 那种就是 真正可以就是达到的那种 然后再请Livian 帮我们选出5位幸运的读者 然后送他无准备的礼物 好 今天谢谢官邻老师跟社长的分享 希望208年大家也可以过得很顺利哦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